一直以來啊 大家都會很想知道說 倩倩你的衣帽間會長什麼樣子 因為這就是女生最在意的事情啊 你的夢想就是要有一間 屬自己的衣帽間 然後我們衣帽間 位置是跟主臥是在一起的 所以今天要跟大家開箱主臥啦 大家好我是倩倩 大家好我是盧倩 歡迎來到倩家裝好日記主臥開箱店 首先大家先看到就是這個水槽 我們家樓層比較多嘛 所以你不可能一直跑到樓下去裝水 之後會再裝水機跟小冰箱 對啊這個冰箱 因為倩倩她夏天非常需要冰的東西 那這邊呢就是 設計師幫我們設計的小小的壁刊 我覺得這個東西是很棒的 因為這邊它如果就是放一個小花瓶 就會很有很為感 對那上面這邊大家看到的 都是我們的 這個要偷看一下收納的東西 滿滿的收納的這個櫃子 這裡也可以收納 這裡也可以收納 下面這邊呢也都是收納的空間 然後轉過來這邊 這個門大家還有印象嗎 就是我在FB啊在IG啊 就是有都有問大家意見 我也謝謝非常非常多人 就是給了我很多建議跟想法 而且他們都是會講出 欸我覺得這個比較好 因爲什麼什麼什麼 然後那時候我看到有一個媽咪有一句話 我覺得啊好有意涵喔 他說謝謝你們家有一個家宿 做你們家的一個精神 那他覺得這個門的設計 有一種樹的感覺 所以他覺得好像延續了我們一樓的加速的動文跟印鏡 我們就覺得啊這好適合我們家喔 那設計師他沒有做一個石門 他選擇用這個長紅玻璃 我覺得這設計真的太棒了 對他讓我們這個空間整個就是比較 可以呼吸啦 像我們這樣一眼就可以看到後面 其實就是亮亮的 看不到人影 也看不到你裸體 那現在帶大家進去看 那我們看看囉 然後走進來之後 大家可以看 我們這邊一樣是用木地板 因爲我們家也是很愛穿拖鞋 對 所以我們就很喜歡踩在木地板的感覺 那這邊聽起來跟客廳不太一樣 客廳是人字文 那它是編織的感覺 我的女生朋友來 他們都說天啊 今天這個太漂亮了 他們很厲害 他們居然可以注意到地上 我們的預算都放在這個地方 那這邊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家是一個凹字型 那這邊其實就可以看到我們家的家宿 走進來之後啊 這裡就是我們的房間啦 我們的房間有一個很棒的地方 就是採光非常好 但是採光好就是會有一個缺點 早上 我只要聽一亮我就會亮醒 這邊出去呢 其實就是我們三樓的陽台 然後我們家因為很喜歡採光 所以我們就住了兩層 我也十分建議大家 可能比較臥室或者是客廳 可以採用這樣子的設計 當你需要陽光採光的時候呢 它就是又很漂亮 那你看平常就是這個樣子 可以遮起來 對可以遮起來 然後打開的話 因為沙蓮又可以兼具隱私性 怕說別人看到你們家 但是也有光線 然後再過來這裡 大家可以看啊 我們左側的色系 其實是延續了客廳的 也是那種灰啊白啊 有點現代簡約輕髮式的感覺 那這個線板 那時候其實有蠻多選擇 但我覺得它最後選的這個我蠻喜歡 看起來是簡單的 可是你知道它是有立體有層次的 這個床頭版 是它設計的哦 是用弧形的方式 但那時候我有要求說 就像是軟的 因為我會想要靠著 我希望我有頭可以靠 再來我特別想要講一下 我們的床框 因為我們以前 之前用那個木頭的啊 我踢到超痛的 就是在這個位置 很痛耶 所以你看我們現在是往內凹 就是我這樣子是都踢不到 對 第一個我們是用軟部去包的 對 我就算是跌倒撞到 這邊都不會痛 然後這下面呢 我們不做全樓空 也不做四肢腳 因為要留一些空間 腳踢到不會怎麼樣 然後你也不用清到那麼裡面 吸塵器吸不到那個中間 那個會整個很髒 然後會有塵蠻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個設計 到目前為止我覺得很舒服 然後再來就是要講我們的床墊啦 這個床墊呢 其實是我們的家人 就送給我們的禮物 因為我們搬新家嘛 所以我們的家人 就想要合送我們 就是一張床墊 所以你去挑一張 對 馬上不客氣的 趕快上網做功課 然後那時候就是 有找到這個品牌 這個品牌是義大利的Fallomo 床這種東西一定要去現場試 來跟大家分享 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這張床 誒 我就是躺軟的 會腰痠背痛 然後躺硬的又會不舒服 睡不好 然後我就是一直在找 就是到底有沒有什麼 我的命定床這樣 然後那時候躺這一張的時候 我就覺得 其實它躺起來是蠻軟的 就覺得好像自己的腰有被支撐到 反正我這時候就覺得很舒服 我就很興奮打給它 我覺得對床我很替氣 他很替氣 我說對什麼床都一樣 對什麼床 我覺得都沒差 我一躺上去 我就覺得好像有一種 無重力的感覺 就是腳然後到你的腿 臀 腰 肩膀一直到頭 會有一個東西拱著你 它並不會像說 比方說你睡軟床 你會整個陷下去 或是你睡硬床 你會知道是 你的肌肉跟骨頭在撐 不是 它就是讓你覺得說 欸你有一種 被撐住的感覺 漂浮感 我在這張床裡面睡得非常熟 那我自己的感受是 睡這張床 我就再也沒有腰痠背痛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這張床真的太值得了 就是謝謝弟弟們 無私的風險 姊姊跟姊夫們睡得很好 當然你知道倩倩呢 就是好用的東西 我就會去幫大家 奧優惠 就很厚臉 比如跟她講說 欸那如果是我們倩倩的粉絲 你有什麼折扣嗎 然後他們就有 答應我們 他們平常是完全沒有折扣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 試堂看看 然後想要這個優惠的話 你們可以加入倩倩的官方LINE 然後我的LINE的ID是 小老鼠CC99TW 你加進去之後 我們有貼心的小幫手 就跟她說你想要問關於床墊的問題 她就會協助你囉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就繼續跟大家介紹 我們家衣櫃啦 大家可以看得到 這是你的衣櫃 不是我們的 好歹先 你看我先裝一下 對 這是我的衣櫃 一年四季的衣服 我覺得你小時候是很想要一隻 哆啦A夢 她居然跟設計師要求說 可以給我一個這個東西嗎 就是 她是我一個小小的男性的這個空間 本來想像是說 可能我在這邊可以打個電動啊 做一些就是 成年男子會做的事情 做的事情 工作啊 之類的 對 就在這邊然後就請她做了一個這個 稍微出來這個椅子 這個椅子也是定制 就剛好放在這個裡面 那因為 實話講在這邊工作時間不會太長啦 所以她就是以一個便利性為主 接下來要帶大家去看 這裡 因為我們沒有把主握的東西都放了嘛 我覺得主要是因為我們其實平常工作很緊湊 然後照顧四個小孩 其實你會覺得 很 沒有辦法呼吸 所以我覺得跟設計師說 欸我們希望東西不要做的太慢 我們希望可以留一些空白的地方 讓我們去擺一些 比如說孩子的照片 全家福 我們全家每年都會拍兩次照 一個就是寶寶的 寶寶的話就是 BabyPure 然後像全家福的話就是那種 Five Stone 然後我們都會把它洗成物框化 然後這個的話 我千千每年都會開一次團 你們想要跟全年最優惠的團一樣 可以加入我的Line喔 然後這個是我們浴室的門 然後我們設計師呢 在我們主握做了好多長紅玻璃喔 因為他覺得說這個空間 基本上就是我們在使用 他覺得說讓它保持一種通透感 看起來空間也會比較寬廣 而且這裡面其實是看不到 這是整個肉體的啦 看你只有我在看你 欸 然後我們打開囉 歡迎來到我們的浴室 欸我真的好喜歡我們家的浴室喔 大家一進來就可以先看到什麼 就是我們的琥珀浴缸 然後這裡 可以進來躺給大家 這琥珀浴缸啊 所有的設計都還沒定案 就先買的浴缸 對 因為他那時候打了一個非常深的折垢 所以我們浴室的設計的風格 其實是以這個浴缸為主的 然後也很剛好 因為它是古銅星嘛 所以就很搭配我們的金色色系 然後這裡就是搭配了這個金色水龍頭 這個水龍頭就是這樣 它其實平常放水的時候就只會這樣放 那因為它有另外一個這個是要幹嘛 就是因為你要刷洗浴缸 所以就是會從這裡這樣打開 然後讓它可以這樣刷洗浴缸 對 然後再看過來這裡 大家就會想說 欸不是通常就是如果 胃皮比較大的話 都會做雙面盆嘛 可是我們兩個其實都剛好沒有覺得 雙面盆是一定得要的 因為我們不太會同時使用這個地方 所以我們就是寧可希望有一個大面盆 然後它搭配的是一個很大的鏡子 像說鏡子要夠大 就是才會有氣勢 空間也會變得比較大 我雖然很喜歡大鏡子 可是我同時 我好想要鏡櫃了 因為我不想要桌面上很多李寇寇 所以它就設計了一個是 像左邊這邊呢 它這裡幫我們設計的一個壁龐 就可以把一些比真的比較雜物的一樣 刷牙膏 或者一些什麼噴頭髮的東西 另外一個收納就是鏡櫃啦 這邊兩邊都是可以打開的 裡面我們就是會放 泡澡的啦 洗刷具的啦 然後這裡面我還有放一個這個 這個是可以除溼的 因為我擔心在這個裡面 會比較容易潮濕 然後再看過來的話 有看到我們這個燈嗎 是不是很美 我覺得我們家很棒的地方是 我們在一些空間 都有一些很漂亮的低燈點綴 然後還有一個收納空間在這裡 大家想說 那不就是一般的收納櫃嗎 沒有喔 你看 為什麼吹風機要放在這裡 因為我不想要吹風機在檯面上 平常也不會懶得收 所以設計師就幫我們設計在這裡 櫃子這邊有一個插座 然後我們的這個吹風機的插頭就是 都插在這邊 要用的時候就直接這樣拿起來用 用完之後就放進去 就可以了 然後我的梳子呢也有它的膠 大家知道我就很愛用這個黃金針梳 我就都把它收好 然後我就覺得我現在的浴室 跟以前好不一樣喔 就變得好乾淨 來那進來這邊呢就是我們的淋浴空間 這我一定要說 我跟設計師說我的避開一定要很長 我剛剛說我有十幾瓶 再來的話有一個東西是 我那時候跟人工先生說 裝這是什麼老人家才需要吧 幹嘛裝這個 他就堅持要裝 結果都是你在用嗎 欸對 一開始會覺得說裝這個好嗎 但我覺得在家裡面還是以喜用為主 主要是因為我如果要洗小孩的話 如果都要彎著腰去跟他洗 我其實會腰很爽 我就可以坐著 然後我就可以慢慢給他們洗 然後再來清清現在就是發覺一個用法 就是他會把這邊水打開 然後把手機放在壁看這邊 然後坐在這邊 邊看邊洗 以前我們是買椅子 可是椅子有一個問題 第一個它很佔空間 它沒有辦法像它這樣收起來 然後再來它會發霉 而且這個東西不用等裝潢 你現在家裡要裝好像都可以裝 再來是這個 這個就是一樣延伸我們那個 霧金色的風格 然後我好喜歡 我每次用它來洗澡 心情都很好 再來我跟大家分享 就是你們的浴室一定一定要注意 脂滑的部分 因為我們在淋浴間 我們就請設計師幫我們特別去分割這個 讓它不會滑 像豆腐一塊一塊 那我們可以走出來 原本呢 我們這邊呢 它的磚是滑的 然後我們有特別請人來做一種 叫做麥米化的處理 對 它就可以讓它的脂滑係數變得比較好 踩起來就不太會滑 那為什麼要把馬桶跟這個隔開我們呢 因為我跟仁夫見 我們很常就是一個人要大便 一個人要洗髒 然後這樣子的話我們就可以同時進行還可以聊天 然後我們做進來之後 有一個設計 你們一定要做 你們一定要請設計師幫你們設計這個壁刊 因為啊 我們平常都會想說去買一些層櫃來擺 就其實都不是那麼的好用 都會有就是藏汙納鉤的問題 但是如果你直接在這裡挖一個壁刊的話 你可以放衛生棉 你可以放衛生紙 我還可以放個香氛 就在這裡也香香的 而且設計的很貼心的是 它幫我們把它這個高度設計在 在什麼水手殼的地方 非常非常的好用 好那浴室最後還想建議你們一定要裝 暖風機 你就可以暖風機 先開著它就可以暖房 然後你洗出來就不會覺得 浮身很冷 再來呢 它有一個 除濕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幫助你就是把水汁有沒有 趕快的蒸發掉 那它也可以減少 脾菌的發生 如果你們家有時候可能會在浴室裡面曬衣服 其實它也有一個這個 智慧乾衣的功能 就是它可以讓裡面曬東西 它其實一個晚上起來就乾的差不多了 對 我覺得真的好方便 那我們接下來去看 女生最期待的衣帽間吧 這裡就是我的衣帽間啦 歡迎光臨 但是呢我們攝影師有說 這支片子好像有點太長了 但是我衣帽間裡面有好多細節想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們剛剛討論 決定直接給衣帽間一集 好好的詳細的介紹 女生到底需要注意哪些眉眉嘎嘎 讓你的衣帽間就是非常非常的好用 不想錯過的話 記得要繼續關注我們喔 以上呢 就是我們的 主臥扣掉衣帽間的分享 因為我覺得真的 主臥有太多細節想要講 衣帽間其實也有更多更多這樣子 那今天我們分享了Runto的空間啊 大家最喜歡哪一個設計啊 還是你有什麼想問的 都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喔 關於我們家的室內設計啊 家具啊 還有床墊啊 想要欠欠專屬折扣優惠的話 記得要加入我的Line 我的Line的ID是 小老鼠CC99TW 還要追蹤我的FB粉絲團 我的IG還有我的Line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喔 掰掰